是黃英時代華人 高官的住宅 總之就是非主則貴可侶 今天來到布布林島128號 整個名字叫Jesky 用她妻子的名字去明明 其實她之前就成了山 山裡上面有家貨宅 整件事就好像一個童話故事發生在現實 都挺浪漫的一個案情故事 以前這個地盤就想著 賣一粒個 買了它大概值22億左右 當時的股價 一直招標都招不到人 現在就賊售 分別是四間大宅和一間大廊 這裏就高了 你看到有些人浪漫三 其實之前就是一個 非洲物業 現在就賣了它 都比較特別的整棟東西 等著我們會進去看看 Jesville Tower 在2019年落成提供28個單位 實用面積由1358呎 到1431呎 分別是3房和54房的間隔 每層就一體兩戶 互互向南 向有開約的海景 入門有個圓關 然後做了一個櫃給你 櫃可以吊大衣 然後放鞋 一個長型的鐵 很長身 一個環鐵 景物海景 這邊有一個露台 躺開它 走出去的感覺 即是出來的感覺又不錯 看到貝沙灣和船 都很美 看過去 右邊就是古舊的大渣 還有一個泳池 膠樓標準的廚房 也有一個優子 這樣就沒有一個雪櫃 要自己買 洗衣機那些都要自己買 然後出到電梯口 這邊B室就不看回樓景 桌面就相當多 然後這裏都是供入房 有窗的 說一次 這裏都是你的露台仔 這個露台有開景 這邊是水廣區 是一間水廣 你看到很大 而且它做了衣櫃給你 很棒 你看到很大的窗 海景 比市區的房屋 房屋 走廊中間也有一條床櫃 另一間小小小的房屋 小小小A格 這裏有海景 這個就是客廳 下廳 整兩個 方便塗 這邊就是主人房 也是一排的衣櫃 然後就是主人浴室 好企業 一個長的浸浴 有長的浴 整間空袋都看得到 像這間業主的二向價 25000尺價 你們說得值不值 今天的節目就這樣 我們下期見 拜拜